中心發言人表示 第一期調查結果已於9月2日公布 第二期會繼續從不同零售商及食物製造廠 抽取各式的月餅樣本 包括傳統、冰皮、雪糕及其他月餅進行化學、微生物及營養成分測試 化學測試包括染色料、防腐劑、礦氧化劑及礦物油 微生物測試就包括不同致病菌 而營養成分測試就檢測樣本是否符合食物標籤的規定 發言人又提醒市民應該盡量保持均衡飲食 不應該過量進食月餅 因為月餅的糖分及脂肪,尤其是鹽份的含量一般都較高 建議市民應該參考月餅的營養標籤 並因應個人的健康情況、適量進食各式的月餅 中心提醒市民在購買、儲存及享用月餅的時候 應該留意包裝有沒有破損及月餅的食用期限 並向可購的零售店舖購買月餅 冰皮月餅應該存放在攝氏4度或以下 雪糕月餅則在攝氏0-18度或以下 發言人還提醒冰皮月餅和雪糕月餅 在製造的過程中並沒有經過高溫培局 因此在製造、運輸及儲存的過程中 必須注意衛生以免滋生細菌和污染